沿着高温笼罩欧洲南部 意大利多个城市发出最高级别高温警告 希腊部分地区处于火灾高度戒备 西班牙北部发布了极端高温警告 部分地区星期天气温突破摄氏 42度高温 西班牙这几天受到今年夏天第四个热浪侵袭 即使在往常天气较凉快的北部 巴斯克城市比尔巴尔的街道上 星期天下午两点左右 温度计显示了摄氏45度的异常高温 树下遮阳伞成为了人们寻找的烟凉之处 手提电风扇 雪糕和冷饮也成为热销品 另外意大利当过去的周末 也迎来了今年最热的夏天 西西里岛巴勒墨的居民和游客 头顶着高达摄氏40度的高温下 在海滩上度假 泡在海水里结束 面对漫长炎热的夏季 当地正面临着一场水源危机 岛上的水库干涸 农业正陷入严重困境 居民表示 当地已经好几个月没有下雨了 当地人预计 炎热天气还会持续到11月 轻轻轻人员 散